据韩国媒体报道,最近各大网络社区上都流传着一篇棉为珍妮粉丝们的群组被盗的文章 根据被披露的聊天内容显示 珍妮的部分粉丝由组织的对成员智秀Rose、Lisa进行了恶意攻击 作者A毛在帖子中表示 在群组聊天室里有组织的散播Lisa、智秀、Rose等人的回帖的事实被发现了 在族群聊天室中选定成员后上传辱骂成员的资料照片 并上传了部分聊天内容的截图 在公开的截图中包含了珍妮的粉丝们正在对Lisa的INCE进行攻击 Lisa遭到珍妮粉丝的憎恨等引战话语 同时还散布了Lisa遭受种族歧视的言论 与此同时,A毛还主张这些内容被捏造后 并以推特为中心开始散播 群组中的粉丝们会有组织的进行分享 不仅是Lisa,关于Rose和智秀的这连内容也很多 对于A毛的主张,网友们给予了多样的反应 有人对群组粉丝的行为表示反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组合内制造矛盾真的很无语 这是扭曲的感情 这是诽谤啊,要入罪的 Lisa,智秀,Rosea起诉他们吧 不过要对A毛的主张提出质疑的 只有截图而已,并不能算作是证据啊 怎么证明是珍妮的粉丝呢 呵呵,只能说珍妮继续大发吧 每次真正受到伤害的只有珍妮,真的无言了等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爱都含舍 Merry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